要说起疯狂追星啊 大家伙儿想到的最狂热的方式是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送豪车送房子 还是说把整版的报纸买下来庆祝生日呢 那今天呢我就要告诉大家了 这些土豪的追星方法 根本不能算是终极的追星秘籍 那真正爱你的偶像呢 就要为他摘下天上的星星 然后写上他的名字 怎么样听着是不是非常的魔幻呀 但是真的不骗大家这是真的事情 而且呢这位幸福的偶像 就是NBA的球星林书豪了 天价灯光秀 承包公交移动广告牌 甚至承包整版报纸 如今的人为了追星 什么大招都已经放过了 不过任你怎么大手笔 碰上林书豪的粉丝也都得靠边站 因为他的粉丝已经把他碰到天上去了 这话可不是说假的 11月6号 国际天文总会小行星中心 认证了一颗编号为 316020的小行星 并正式命名为林书豪 凭啥 就凭发现这颗小行星的蔡元胜先生 是林书豪的铁杆粉丝 由于我热爱篮球运动 在2012年亲眼目睹了林来夫时期 非常的感动 也激励了很多人 决定将我们发现的小行星 命名为林书豪小行星 这追星方式瞬间高大上了有没有 事实上 把偶像变成猩猩的这种酷炫做法 可不是林书豪的粉丝首创的 2010年 四位天文爱好者发现的一颗小行星 获得永久编号257248 由于四人都是周杰伦粉丝 于是他们就用了周杰伦的大名 来命名这颗小行星 听到消息好 周杰伦的心情 那叫一个惊喜 好像还蛮特别的 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然后也提前那个 发现这对这个行星的这位先生 也因为他只有这个领导 所以你再用专辑就会 写跟这个行星有关的歌曲 这句话说